拥有一个无忧无虑和舒适的退休生活 是很多人毕生的梦想 为了实现梦想 大部分人都会将投资储蓄在股票和基金里 但股票市场动荡不安 科技股泡沫、金融海啸、以致欧债危机 都导致环球股市大起大落 投资气氛长期呈现不明朗 一众股民在股场上举步难行 资金苦无出路 但过去十多年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却能独善其身 楼价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增长 有见及此 部分投资者把资金撤出股市 投入一项相对稳健的房地产市场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一般投资者以为投资房地产 只限于买房租赁 或物业增值获利 这只不过是其中的方法 其实市场上也拥有其他房地产投资渠道 让你的投资组合更加多元化 以下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iBroker Power旗下的银性房贷基金 Gingle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银性房贷基金是政府认可的注册基金 投资者可透过认可政府注册户口 如RRSP、RESP、RRIF甚至TFSA来进行投资 银性基金的业务跟银行盈利的模式一样 然后以高利息猜借出去给物业投资者 以赚取利差收入 而银性基金批出的每笔贷款 和银行一样均会要求以房屋作为抵押 以及只会贷还给在加拿大境内的物业 因此风险相对较低 但银性基金和银行也有不同之处 银性基金的房贷对象主要是第二案节 什么是二案? 一案和二案其实只是先后秩序的分别 假如遇上贷款人不缓缓 无论一案或二案在权人都有权变卖房屋 已做抵债 但一案在权人拥有优先权领取欠款 还清一案后二案才可以领取剩余的款项 由于二案安排在一案之后 换句话说风险相对比较高 所以一般也收取较高的利息 现在按节市场上 一案平均收取的利息是3%至5%不等 而二案所收取的利息一般可以达到12%至14% 那么高利息为什么还有人去借二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二案借贷金额一般不大 就算利息较高 所涉及的缓缓额也不会太多 举个例子 假如房价50万 贷款人付出首期10万 总共需要贷款40万 而银行因为各种原因只批出35万 贷款人此时更需要申请第二案节5万 以作为补充 由于5万元的贷款额小 就算是12%利息 还款额也不会太高 提起二案 好多人会以为二案等于次案 其实都是误会 次案是支不抵债的贷款 如房价50万 而贷款额却超过50万 为之次案 至于加拿大的二案 由于贷款人至少要付出15%至20%的首期 而贷款额最高只能是房价的八成或八成半 而审批时 通常会谨慎评估贷款人的财务状况 确保贷款人拥有足够的还款能力 因此二案变成次案的机会不大 有建议加拿大政府逐渐收紧一案案节 因此二案的需求非常大 以本公司为例 去年我们的房贷部门 一案贷款额达2亿加元 而二案贷款额也达1000万加元 至于风险管理 一般人认为二案风险会很高 这也是另外一个误会 首先 很多人认为只要贷款人不还钱 基金就会亏钱 其实不是 因为贷款人一旦违约 基金也可以将房屋放到市场上变卖来追讨损失 最重要的是 基金批出的贷款年期 一般不会超过一年 而每间房屋的一案贷款 加上二案总贷款额也不会超过房价的80%至85% 所以房价在一年内跌超过15%至20% 才会出现有支不抵债的风险 其次 也有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房价下跌 基金就会亏损 其实都是不对的 假如房产是制住物业 就算楼价下跌 只要贷款人还有还款能力 它也会继续供还 以免失去容身之所 相反 如果贷款是投资物业 只要房主所收取的租金足够覆盖每月还款额 就算楼价下跌 也会继续还缓 屋主只会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违约 换句话说 只有在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时 基金才会录得亏损 贷款人失去工作收入 导致违约 同时加上房价在一年内跌超过15%至20% 幸好银杏基金通常同时持有上百个房屋贷款 这得以有效率地分散违约及亏损的风险 让你的投资更加放心 大家好 我是盈信房贷基金的行政总裁 我们成立一个基金 是想让投资者多个投资的选择 盈信基金派息高 而且每个月定期派发 最适合喜欢有定期失去的人士 至于风险 每个贷款都有专家进行谈慎的审批 并且严格出行风险控制 保证将围弱的机会减至最低 为了增加透明度 每一个批出来的贷款资料 都会在政府网上登记 而每一年都会定期举行股东大会 以及批发由注册会的司 三百个的财政报告表 你的投资绝对可以放心 大家好 盈信理财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房贷部门 我们的房贷顾问团队超过100人 批出的贷款超过20亿 成绩骄人 经验丰富 确保为你争取一个最佳的利润 人言才有信 盈信理财服务华人社区十几年 友好皆碑 多谢你的信任和支持 大家好我是Patrick Tang 我一个mortgage broker 我做了这个房贷已经很多年了 在这段时间我好多谢盈信基金 因为他帮了很多客户 因为最近有很多客户就买了新屋 而旧屋就等着这个buyer 在这段过程时间 就銀行人家有贷款给他们 幸好有盈信基金 帮助他们做短期贷款 就过到这个难关 因为政府现在收紧了贷款条例 那令到今晚就少了 那令到很多人被贷款有困难 那好处利用信基金 帮助他们完成贷款的梦想 盈信房贷基金每月派席 以优质房地产作抵押 拥有二十多年丰富经验 灵活度高 投资者如对房地产投资感兴趣 又觉得买卖物业手续繁复 费用高昂 盈信房贷基金绝对是 参与房地产的上家选择 投资者可透过股份形式 参与盈信房贷基金 盈信基金会把扣除 基金管理费用后的 纯收入的100% 向股东分配每月派息 在现今摇摆不定的环球市场中 保持基金灵活 稳定及保值 相信是广大投资者 重要的投资目标 也是盈信房贷基金 在市场上的最大优势